接着我们来关心下有关公屋保暖方面的一条资讯 根据能源利用率改进方案 新西兰公屋进行了节能改造 奥克兰最后一批公屋的改造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中 住房部长目前对项目进行了实地的走法 据介绍 新西兰公屋能源改造项目开始于2001年 超过46000栋公屋 已经进行了热保护的改造 总耗资7600万牛币 其中奥克兰10700栋公屋的改造启动于2009年 改造后的公屋 屋顶和地下层的隔热效果将会更加好 热水水缸水管和窗户也将更为保暖 从而最大限度的节约能源 而租客也将从中获得实惠 住房部长表示 全国范围内公屋的热保护工程已经完成了99% 从长远来看 这一工程对于减少租客的医疗开支 水费电费具有重要的作用